再来看到的是高雄的一起死亡车祸 在今天的仁武区仁林路还有林森港路口 发生了机车跟连接车的事故 机车疑似重心不稳往内倾倒 结果双载的两女当场被碾毙 新世纪看到了 就是有一辆机车双载骑在水沟盖上面 突然下一秒因为高低落差撞到坑洞之后 失控重心不稳往左边摔车 后方的一里车完全来不及扎车 当场将这两个人碾毙 根据警方调查 这两名女性分别是53岁跟68岁 当时去看医生的路上 没想到去发生这样子厉害的事情